全台湾桥梁大体检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台北市了 台北市的307座桥梁当中 除了建国高架 还有这个旧环南高架桥的耐震能力 没有达到6级地震强度 目前还在补墙当中 还有呢就是很多人 平常上下班会通行的民权大桥 桥板更是呈现了30多公分 依旧还在等检测报告 真的是让民众感到非常的忧心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早上也亲上火线说明 说一切呢是按部就班在处理 而谈到了这次宜兰的断桥意外 柯拼认为是没有遵守SOP 柯师傅PO脸书表达哀悼 强调台北307座桥 两年一次定期检测 自豪桥梁维护更是六都之首 我们是每两年会做一次调查 按照调查结果再去做补墙 我好像你讲的那个民权大桥就呈现30公分 好像这个月才报告会出 最后那个检查报告才会出来 美风跨年烟火 北市内湖民权大桥总是挤满民众 但民权大桥桥板呈现30多公分 却还在进行检测报告 还有曾被列入十大围桥的建国高架道 以及另外一条旧淮南高架道路 耐震能力未达六级地震强度 也通通还在做耐证补墙和时间赛跑 我就是按部就办 反正就是他每两年调查一次 就按照调查结果再处理 当然有调查都没处理才会这样 如果按照SK有在跑 你确实在做不太会做问题 但前一天却传出 南方澳断桥设计厂商亚新工程 同样承包北市公宅地下道 数个大型工程 柯文哲也替亚新还家 出事情不一定是盖得出什么情况 其实我们如果是台北市政府 标准作用我们会做RCA ROOT COST 根本原因是分析 工程界你知道 如果已经行之有年 已经几百年的东西 一定有标准的SOP 所以通常都是 通常是有SOP 没有彻底遵守 毕竟老乔危机 每逢意外才被反复检讨 谁都不想下个悲剧 落在自己身上 杰森武祥 刘宇俊 台湾报道